这是你的标准而已 我们只是不同的观点与角度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这类好像很相对主义的说法 那时候很多人在争论的时候 就会抛出这种虚无飘味的说话 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讲的主题 一常相对主义 大家好我是Suchika 好久没见了 严格来说 今天不完全是想讲相对主义的 而是总是有很多人关在口上的 观点与角度这个说法 讲这些说话的人 很少有很强的相对主义立场 纯粹是他们面临一些 貌浅难以调和的立场冲突的时候 很主要拿出来讲的一套话术 所以我才会叫做日常相对主义 就在日常中 普通人会挂在口上边那些 疑似相对主义的话术 就好像有次书仔直播的时候 讲科学的议题 有观众就很主要强调 我讲的是我的科学 相对于这位观众 他的科学就是不同的东西 他尝试将关于科学的真论 变成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因为我讲的是我的科学 所以我讲的论点就不适用于他的科学 而这种观点与角度的话术 其实更多会在道德的真论之中见到 例如应不应该吃齋 哪个哪个食嘘到底有没有问题 在这些道德议题上 就会有更多的人会用观点角度去开脱 而且有部分人会说 这些都是价值判断规范陈述 所以就不存在客观答案的 只是每个人的主观感受而已 我们在中小学的时候 就一直被人灌输这个概念和分别 中小学的时候我们会学这个规范陈述 normative statement和实证陈述 positive statement的分别 然后就跟你说 规范陈述就是主观想法 可以每个人都不同 而且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答案 在这种说法的影响之下 就诞生了一种观点与角度论 每当他们提出一种想法 遭人反对之后 就会开始在说观点角度 但很少有人真的去思考 究竟这种观点角度的说法 站不站得住脚 这个时候就可能有人会反驳 因为规范和实证的分野是显而易见的 就例如可乐罐是红色的 这是一个实证陈述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 可乐罐究竟是不是真的红色 来实证到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呢 但如果我说可乐很好喝 这个就是规范陈述 因为你不会看到 或者用其他的观感去实证到好味这种东西 好味不是一个特质来的 而是你喝可乐之后的感受 这个显然是一个主观的评价 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评价 所以规范陈述就是观点与角度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我想我们求学时期 他们在说normative和positive的时候 老师都是用差不多的例子去解释的了 立刻表面看起来 规范陈述和实证陈述的分类是显而易见的 但当我们细心一想就会发现 即使这个分类是没问题 即使我接受这个分类是没问题 不代表规范陈述就是观点与角度 没有标准答案这个说话是正确的 又或者说 Ams的说法之中 根本就没有去证明 规范陈述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Ams可乐的例子 只是举了一个 没有标准答案的规范陈述例子 并没有证明到 所有的规范陈述都是没有标准答案 就好像你拿一只黑色的挖出来 是证明不到所有挖都是黑色的 要证明所有的规范陈述都是没有标准答案 明显是不足够的 当然你可能会说 如果我认为规范陈述是有标准答案的 那为什么不举出一个有标准答案的规范陈述的例子呢 那你就可以直接推翻整个说法 不用过多的论证 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tricky的地方 当你已经先预设认为 规范陈述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 你听到所有关于规范陈述的东西 都可以bite the bullet说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即使是不应该无古杀人这种标准答案的例子 都可以说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然后自己幻想一些奇怪的例子 就自己以为可以反驳了这件事情 所以要真正破解这种想法的话 是要由最初的思路开始的 我们回想回刚才说实证陈述有标准答案的那件事 那实证陈述的标准答案是从何以来的呢 自然就是实证啦 positive 想像回刚才可乐的例子 你只要看可乐观的颜色 就会实证到可乐观是不是红色 当然你可能包咬镜的嘛 那食蚂的人怎么看啊 那我们可能就要更加 clarify 这个句子的意思 可乐观是红色这句说话可能是纸 可乐观的外表是会反射某种波长的光 那我们只要有一个测波长的仪器 去测试可乐观外面反射光的波长 就可以实证到这句说话是不是真的 由此我们都可以得知实证陈述的另一个特点 即使我们没有能力去实证 都可以知道有某个方法去实证 就像可乐观的波长如何实证 我相信我和我的观众没有哪个家里面 会突然之间有一个去测 反射光波的波长的仪器 但即使我们没有实际能力 没有这个仪器去测波长 我们都可以知道有一个方法去测 所以实证陈述不一定是你实际测出来的 只要是概念上有方法去测 去实证就可以了 即使你没有那个仪器都知道光波可以测 例如拿破仑究竟有多高 我们当然不可能实证 我们没有见过他真人 但我们可以用试检之类的方法 去找拿破仑的试去测去实证 所以一个句子 拿破仑身高只有1米6 矮过雪仔 都可以是一句实证陈述来的 都是一句实证陈述来的 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去实证 不需要我们一定亲身去实证到的 了解了实证陈述这些特质之后 我们就可以问下一个问题了 所有的规范陈述都没有标准答案 这一句本身是不是一个实证陈述呢 我们似乎很难认为这一句是实证陈述 因为如果你认为所有规范陈述 都是没有标准答案是实证的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实证这句说话呢 这句说话显现和刚才说的 可乐观的颜色 拿破仑的身高截然不同 我们很难想象到有什么方法 仪器是可以实证到这句说话的 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句说话并不是实证的 那之后的问题就来到下一步了 那既然所有的规范陈述都没有标准答案 这句说话并不是实证的 那这句说话是不是一定是真呢 如果你认为这句说话是真的 就是相对主意的立场 就是这句说话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答案 因为它一定是真的 暗示着你是认为 即使一个陈述不是实证陈述 仍然有可能是一个标准答案 对不对 刚才那句不是实证陈述 但你认为一定是真的 它是标准答案来的 所以不是实证陈述 都可以是标准答案 那规范陈述和刚才那句 所有规范陈述都没有标准答案 同样都是非实证陈述 为什么规范陈述就不可以有标准答案呢 有什么会令这句statement 所有规范陈述都没有标准答案 这句statement和规范陈述 同样作为不是实证陈述 而有所不同呢 可能你会说 规范陈述就是价值判断 是觉得来的 每个人都可以觉得不同的东西 感受不同的 所以规范陈述就不同了 所以规范陈述就没有标准答案了 但我就会反问 所有规范陈述都没有标准答案 这句说话 为什么又是标准答案一定是真呢 追完数本 其实都是你觉得的 这个觉得 和规范陈述的觉得有什么分别呢 何况觉得 不代表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就好像耶忍都觉得上帝是创造人类 但显然这个觉得是有标准答案的 就是耶忍就是错的 所以所有规范陈述都没有标准答案 这个陈述本身就有矛盾 可能去到这里 又有人会不满了 因为说者去到最尾都没有去证明 规范陈述是有标准答案的 当然我是认为 道德议题是会有标准答案的 但我不认为 如果要反驳相对主义 我们需要去证明这件事 因为我这条片的要子 只是想证明相对主义有问题 并不是想说服大家 道德问题有标准答案 我只需要证明的就是 道德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的 这个陈述是有问题的 而我认为我刚才说的那一段 已经足够证明这一点了 关于道德标准答案的这个话题 以后有机会再探讨 不是今天的重点 这次我只是想表达 相对主义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正确 因为我会很讨厌 而在讨论当中 总是有些相对主义能力大放决言 以为一句 观点与角度就可以四两拨千斤 应对所有的问题 特别是我在直播 给你的科学 我的科学这样反够过 现在很多蠢才门的相对主义 都已经就火入魔 连科学都开始相对起上来 事实上大部分人用这种 观点与角度的话术的时候 并不是真的相信相对主义 大部分人只在面对争议的时候 妥于思考 不尝试去分辨是非 给个理由自己去开脱 不去想到底这个问题要怎么解答呢? 当自己的立场受到质疑的时候 就用这种话术去令自己更加有信心 诶? 你反对我 只是因为我们观点与角度不同 并不代表我是错的 总之我没错 大过我没输 到最后 这种相对主义 就是你无力反驳时候的遮捕 相对主义 只不过是你去逃避思考的借口 雪仔从来不会去避忌争 一方面我对自己的立场很有信心 另一方面 因为经过思考的立场 其实是可以应对任何认识的反驳 所以为什么我要怕跟人争论? 更何况 争论是可以令你更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立场 而相对主义的话术 只会令人放弃去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令人发指的地方就是 这种相对主义话术是非常普遍的 很多人一旦跟人争论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数珠这种垃圾话术 当那么多人都用这种垃圾话术去取代思考 无疑是极其可悲 所以我才会想出一条片去说这个话题 去分析这种相对主义的想法背后有什么问题 其实回头看回我一开始说的实证程序规范程序的分别 这种垃圾相对主义的根 其实在我们受教育的时候就已经中落了 中小学的时候就潜移密化 这种规范程序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这种观念 令我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这种观点角度的话术 要跟随这种垃圾思维要做的就是认真思考 我觉得现在社会大部分人都只是顾及自己的情绪而放弃了思考 因为相对主义可以令你理直气壮地认为 我没错只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令你不用去面对自己的想法原来千瘡百孔的事实 令你情绪上可以接受 所以你又采用了这个想法 而你没有去认真思考过自己说的东西到底合不合理 这个情况无疑是可悲的 所以雪仔才会出片讲不同问题 希望可以唤起大家思考的心 说起出片呢 雪仔就很久没出片了 今天难得出片就要兑现我年初直播的承诺 2024年我要出至少50条片 这条片作为2024的开胃赛 我又选了一个比较轻松 比较轻松的话题 首先让我选择写歌的节奏 慢慢去认识自己 同时都比较短 都是自己轻谈前唱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个比较日常的题目 同时后半段都会比较多情绪的输出 去狡猾一下 抽一下指数 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我多讲哲学 还是讲这些立场情绪输出的东西 大家都喜欢情绪的嘛 是不是 哈哈哈哈 留言给我给你的看法 下星期日的题目暂定是想讲一下 tory problem 电车的问题 这个在道德哲学上常常被提及的题目 tory problem 但是好像没有特别出片 讲这个话题 我觉得直播有人问过 我都有讲过 但出片就没有讲过 那我们就下星期见 每天都差不多了 我是小小小 逢星期日 依然晚上八点出片 逢星期五十点 YouTube直播过 喜欢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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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